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到了我們國際察覺的時間 今天YES姐說耶倫依的解讀有自己獨特的看法 我當然要聽一下YES姐的說法 其實耶倫依在我們播出的時間應該要起行回美國 跟我們人民行行長見面、潘公勝 又跟財政部的南佛安見面、李強總理又見面 總之見了很多人,北大有聊天 又吃了四川菜,又吃了廣東菜 口水都流了,我也很想去吃 節目開始的時候,請大家訂閱大偉sir的頻道 留言、點讚、分享、看廣告 今天是新鮮熱辣,因為4月8日錄 我們在傍晚時間,4月9日早上課出 新鮮熱辣,雖然沒得吃四川菜和廣東菜 沒得吃燒鵝,但也請YES姐和大家說一下 YES姐你好,怎麼看呀? 這樣分享一下自己的餘見,沒什麼特別的 我看到什麼我就說什麼,有什麼感覺 耶倫伊就是4月6日在廣州去了北京 是不是? 又在7日那天就見了我們的中國總理 你知道耶倫伊好像一個 很多人都形容她,揹著袋子 拿著包子,好像大媽一樣 擺出來的姿勢就好像 我只是大媽一命,你不要欺負我這個老太 是不是?就是試了藥 但是是不是真正試藥呢? 那她又不是呀,她覺得 她在溫柔外表那裡 那個話題,她從來之前都說 產能過剩,產能過剩 其實真的是產能過剩 麻煩她說產能過剩的時候 麻煩她就給一個好好的解說 解讀給我們認識 她們美國所說出 中國的所謂的產能過剩是什麼 是怎樣去比較出來 一定要有比較 有兩套的數據 比較了,你才可以說 因為這樣我就 現在我就說,我假設這樣這樣這樣 現在我拿出了這套數據這樣這樣這樣 我們的理論的假設就是這樣這樣這樣 之後我們的結果呢 就指出,你們中國產能過剩 但是一來到,就說 你三樣東西是產能過剩的 你拿了出來很多 多到他們燒不完 還是他們洗不完 其實如果我們大家 我只是說得多了,跳快了 其實它溫柔外表的那一下 好像去年,最流行是說什麼 最流行是說脫歐 或者是危機 跌給零 或者the risk 那現在又不說 那你是不是 就是說 他們搞定了the risk 是不是 去危機化 去了脫歐 搞定了 那你大家自己 心裡有個結論 就是說 它越來越在需求中國的貨物 桌面 就是說 你不斷大量運出來 傾銷 你又把你那些 所有的 運出來 我們要製造的物資 所以你在這裡 握緊了我們 不給我們 喂,其實 我們就真的覺得委屈了 喂,每次都是 你制裁了我 你又要加關稅 我們才是 要做一些 反擊動作 你還惡人先告狀 那玩惡人先告狀 是不是 那好了 這次呢 去年 很多個年頭 說到吹吹吹聲 去危機化 你不記得 我們也有說去危機化 脫歐 斷練 說完之後 好像靜了 西方傳媒都好像沒有記憶 那樣不說這件事 突然間 又不知道哪個天才能想到 西方天才能想到 他們產能過剩 大哥 首先我想說電動車 我們中國產能過剩 你在馬路上 你看一下那些牌子 我就是詢問過你 什麼叫做 怎樣分別 因為有外國朋友問我 怎樣去分別 中國一個是電動車 一些不是 哪個是入氣油車 由車牌的顏色看到 綠色的 你也看到是綠色能源 就是生能源汽車 藍色的 就由我幾十年前 去中國都是藍色牌的 那就是入氣油 那你們現在 如果大家上去看深圳 或者其他中國城市 你看一下 究竟綠色車牌多 還是藍色車牌多 如果他們說我們是產能過剩 所謂的如果他們說我們是產能過剩 就是如同當年 七十年代 日本那些什麼什麼 那些電器啊 那些錄音機 電視機啊 那些都拿過去 製造了一大堆給自己國民 因為它人口少嘛 它只要做一大堆 他們自己本地的經濟 消化到 一些國民消化到那些 傢伙電器也好 什麼啦 原子粒 那些叫做原子粒 原子粒收音機 有芯片的 是 原子粒收音機 沒錯 是啊 我就想不到這個 已經想不到 原子粒收音機是不是 家家戶戶都有 好了 那生產過剩怎麼辦 拿出去賣 多了才拿出去不賣 賺回一些外匯 那樣嘛 那才叫做我生產過剩 是不是 好了 它現在說我們 換了一個翻譯叫做產能過剩 那也是說你生產的東西 能量太大了 多到要拿出去買 但是如果我以冤枉大老爺看 就是說 電動汽車 中國家家戶戶有嗎 不是嘛 是嗎 我還要用你汽油的 還要用汽油去泵進去車裡走走 那爺倫倫你走來 什麼產能過剩 太陽能板 我這樣問 是不是家家戶戶 房子上面也有一塊太陽能板 有多多少少油 但是不是全部都鋪滿了 對不對 對 都要有水 我們水力發電 這麼多水壩用來做什麼 如果我每樣都用太陽能 那我這麼多水壩衝進去 像你說的那些水掉下來 又上去那一隻 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些科技 就是說 我們不是人人都用到太陽能 它肯定有一個掣肘 不是人人可以用 所以 再要開發其他科技 是和產電的東西有關 是供應能源的嘛 那我就覺得 你是不是 是又說 不是又說 屈我們 你有點過分了 所以是不是 其實 港產能過剩 是將會 下一步來的 就是說 美國是下一輪挑戰中國的訴求 我現在拿出來 你們想想辦法怎麼擋 就是叫中國 你要擋一下 你要好禁一下你自己 就是說 將你走得很 那個齒輪走得很厲害的時候 突然間 將它搞慢了 用一些字眼就可以了 用一把口 那我們繼續向前走 還是停下來就一就呢 它已經是玩了你們 就是玩了一些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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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方這邊有講產能過剩這四個字呢? 不提 因為我一提 就是說我是 那我當然不是嘛 現在事實告訴我自己知道 我們沒有嘛 總理就更加醒目了 你講到我拖隊的經濟好了 大家不如坐下 大家是不是 談一下你們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長 經濟恢復那些動力引擎 那些衝擊 還有直接看一下我們中國現在新的東西生產力 產生直接的衝擊 就是說 他們想希望這樣 總理 你講一下這些啦 我們總理就說 你 要我們有什麼衝擊呢? 我們是為了我們自己國家的人民需要來做事而已 好了 既然你們講到什麼衝擊 什麼衝擊 好了 我們說 我們現在拖累了這個世界嗎? 啊 這樣就對了 倒不如我們談談世界經濟增長的前景呢 其實中國的智慧就是它打了一條釘進去 喂 你我們經濟 世界經濟增長 喂 我們中國都不 你們經常都說 經濟增長差了 不行了 好了 接著 現在我已經說我們將那些產品輸出去的時候 幫到其他國家的理論上 是不是呢? 我們認知的東西就是說 別人沒有的東西 我們輸出去幫了他們 舒緩了他們的供不應求嘛 那我不是在幫這個世界嗎? 為什麼你會對轉來這樣說話呢? 那你就看到他們幾個浪禮的人 是不是? 其實如果你說 還有就是說 喂 我們是很尊重對方的 對手的 我們是希望有和平的 這個人厲害了 我要和平的話 就是說 你和我們開門見山講 你的301 你的經濟制裁 早前都很閒閒的 2016開始的經濟制裁 或者是那些 Quota 加我們Tariff 那些 那我們就一起談好了 好不好? 那你猜美國夠不夠膽和我們談? 我們說是呀 我們不對 你會不會承認呢? 當然不對 當然不會 所以他們就要出第二個偽命題出來 就是說 那些不用說了 算了算了 放在一邊 放在一邊 其實仍然在發生的 你有沒有減低我們的制裁 仍然一直加進去 那你有沒有說 啊 是呀 你的關稅我們真的要多了你了 我回到一些水給你 有沒有? 那你就是沒有的 你美國來講什麼? 其實中國已經有備而戰 知道你是來灑發洞禮 亂說了發窮 所以中國只是說 我們尊重和平的 我們尊重其他國家的 和平的話 如果我們要看一個經濟發展 就要大家都有一個公平的 雙方都有一個公平的底氣 來一起發展 是不是? 所以中國今次一巴掌握了耶倫伊 其實耶倫伊跟著說 我跟北京的大學生交流 這些東西 你就交流啦 做個show啦 你哪個 克林頓來的時候 都夠跟大學生 去講一下交流呢 那你說他是不是好人呢? 不是呀 所以 美國有沒有好人呢? 就當沒有好人 就是這樣 我們看看新能源汽車 我找到一些資料 那由2023年 我們就已經是開始 全球遙遙領先的我們的生產力 但是呢 中國的增速呢 仍然是最快的 我們的除了產量之外呢 還有 最重要的就是 在使用率方面就增加了 因為新能源汽車有幾種的 一是油電 或是純電 那不同的 一個新能源汽車 那 混合動力 插電 所有都是計算新能源的 在現在全球來說 我們看到一個數字 2024年的1月 中國製造的新能源汽車 就是汽車 佔了全世界新能源汽車的 進行新能源汽車的研發 但是沒有辦法 新三樣 大家知道 鋰電池 新能源汽車 還有太陽能設備 這些新三樣 其實對於全世界來說 當然我們是遙領先 也看到資料顯示 對於新能源版的 我們的價錢是非常便宜的 大約是等於美國的 五分之一的價錢 那 新能源汽車 大家也看到 Tesla 的市盈率很高 它的利益也非常大 是可以佔到56% 就是買一部 就賺一部 還有錢賺 所以它會不停降價 那 價錢為何要這樣欠下去呢 其實Tesla 帶先 我們就跟進去 跟進去 大家看到 我們小米的汽車21萬 那麼便宜 那麼便宜 代表我們真的性價比很高 老美的買得太貴 什麼是產能過剩呢 耶倫都剛剛說了 你推延價貨品過來 如果你說延價貨品不值錢 你不就不要買 對不對 如果你又要買 你又要在那裡喊 那你代表什麼呢 就是代表 你 很多消費者 是想買中國的產品 中國的產品 價值非常高 也看到 有一位 號稱 他根本是 美國的前財政部長 他是一個商界人士 他去了中國的工廠參觀 他就跟美國 建言說一句 說什麼 這個話我真的聽到 很厲害 喂 你老美 你不要再搞中國 你搞中國 是搞不贏的 為什麼 我曾經寫了一篇文章 給大家看過 那這篇文章 我都會稍後 扔上去 油管給大家看看 希望大家給我一些意見 那這篇文章說什麼呢 還有這位前財政部長 就是剛剛好說我講過的 我寫了一篇文章 就發覺 原來他又說過相關的話 他說中國的供應鏈 和整個產能 是非常強大的 你不是因為政策的問題 或者補貼的問題 而令到 這個新三樣 或者我們的出口 變得很厲害 而是由我們工廠的生產時間 我們基本上有很多工廠 新設的工廠 已經幾乎看不到人 那樣子 看不到人 什麼意思 我根本不需要人手 我製造一輛車 我跟大家講過 小米 分半小時都不用 就製造了一輛車 你們這些什麼概念 是不是生產力很強呢 當然是 這些是你爭不了的 你看回現在大琦 去歐盟那裡 跟大家說 大家要小心 因為我們要拉幫傑派 我們一定要堆壞中國 我們一定要點點點點 我們千萬不要被中國強大 如果被中國強大 我們現在就很不行 老老實實說 不是我們想強大 老美也是做同樣的事 你只要 在整個工廠中將人改革 不用請那麼多人 但是老美現在的工人是怎樣 我工人來到 我就要加工 老美有膽不請工人嗎 你膽敢無人化嗎 你不會的 我們看到大琦 就去到歐盟那裡 代表美國 召開美國和歐盟 貿易和技術委員會會議 他在接受 至乎卡內基 國際和平基金會 這個都不是好 歐洲分佈的 邀請對話 他就說 全世界三大經濟最重要的市場 現在有很多緊張的關係 原始中國有效 而且十分成功的經濟計劃 建立在美國和歐洲 非常不同的系統上 而中國 由貿易流向 生產 供需 到消費 成長 都日益對老美和歐洲經濟 帶來非常大的壓力 哈哈哈哈哈哈 即是說我們贏了 這是很事實的 跟耶律依來到中國 就完全不同 耶律依都說 我吃一下村菜 吃一下廣東菜 燒鵝 吃一下麻辣 好正 咕嚕肉 冰鎮 我最喜歡吃 他說 這個是需要政府干預 干涉的事 什麼叫政府干涉的事 美國和歐洲 要拉莫盟牌去打中國 好像下個禮拜 索爾茨就會來中國 說帶著一群官員 帶著寶馬 奔士 車站過來 其實為了什麼 就是跟中國談合作 但在美國壓力之下 他們做不做得到 我們不知道 他就說一句很好笑 我跟大家說一下 他說美國和歐洲 以開放的市場 民主 又說民主 民主關什麼事 社會為基礎的體系 需要尋找在全球經濟之下 更成功的共存之道 以便在建立在非常不同的 經濟和政治體系下的中國競爭 多餘啦 戴琪 你一個美籍的華人 在說這些說話 承認了 我們中國 就完全搞定了 現在對你們 世界 造成非常大的壓力 這不是產能過剩嗎 絕對不是啦 你有人不買 那 那 才可以的 我們賣給你 都要經歷過 大家計個條數 有錢賺 就可以了 我們也知道便宜 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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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中國真的沒有補貼 放錢賣貴一點 沒問題 那我賣貴一點給你 沒所謂的 那什麼產能過剩呢 其實就是想打壓中國 還有你現在 拜登就已經說了 喂 ASMR 你千萬不要 幫中國去維修 那些光刻機 要不然我不肯過你 你瘋了 你有沒有病啊 有病看醫生 你既然跟ASMR說 叫他不要維修 我買了這些 我當然要維修 你不是想不行啊 雖然呂達就說 他好像想當不約的秘書長 那是不是真的搞得好呢 我不知道 整個情況 老美這次派耶倫過來 第一 耶倫是財政部部長 說什麼相謀 說什麼所謂的 你所說的產能過剩 不是你說的 你說說金融 貨幣 那些就對了 大家經濟合作就對了 你說這些商貿的 麻煩你找雷夢多過來 是不是又怕雷夢多 丟架 又不會說的 又被人玩 那這次華為P70 出來 明天他就走了 會不會他走那一刻 才開秀呢 給他面子 到底是中國的友人 我不知道 但會不會今晚突然開秀呢 我又不知道 總之我們播出那天 就看情況了 但是 我就覺得 有一點 老美 你不如低低地 和中國合作 不是習慣了 合作的 中國不會想你死 我剛剛和昌叔 就談過一個問題 為什麼中國不想美國死 遲下和大家談一個議題 非常之過癮的 我有我的看法 昌叔都說 咦 是啊 你這樣說法也對 大家期望記得留意一下 我們星期一的S級分析 到時我會和大家談談 那Yes 有什麼看法 我發了一封這麼久 交給你 哈哈哈哈 這麼說 耶倫伊 算是一個 在拜登的政府裏面 團隊 都是一個加派的人 那中國今次 都沒有說是對他有什麼太強的不滿 那都叫做輕輕 但是就是 外國就是說西方人 經常都是帶我們去油花園 都說你做得太產能光性 難道你仍然是希望中國 還是停留在他們的心目中 那可能真的想中國 仍然停留在做三副鞋物 那些chip labor的東西 他們就拿過去 就賣得貴一些 台股那些 去賺過那個gap嗎 那個quick 那個價差價嗎 那現在沒有 我們已經是轉型了嘛 是由習主席說 我們是要轉型了嘛 有一個革命啊 將由低的那些手作仔 變成一個高端科技 那如果我們撇開 他們說什麼 淋淋淋淋的詞彙 其實中國真的按到他們的步伐 來做到事情 是不是 他們是帶走了我們的篇峰 把我們的焦點 把我們的焦點拿開了 就是覺得 他們總是製造一些危機給我們中國人 覺得 我們現在被人這樣做 我們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其實他們是想 因為你們是按照所有的你們的規劃去做到的 而我美國 給你們這樣看法 我就不是很壞樣子 是不是 樣子 所以你說 如果他們下次再來的話 我真的覺得 接下來那個布林肯 講什麼 講餐桌禮儀 誰在菜單 誰在桌子 他出現什麼可以加下來呢 他的任期會不會是 再延續多四年 未知數 他為什麼不亂講話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中國還要玩到他一件事 就是 耶倫來的 來完中國 好了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來先 才輪到布林肯 那你才夠吸引力 大家想想 哇 中國竟然 耶倫來完 經濟 不是說經濟 貿易那些 不知道說他的貿易 又不是經濟 我們預計 他們會不會 早一輪 很多人想 耶倫來買國債 推銷國債 真的沒有 是你的節目當中 你也有一個 很實在的語氣 說他不是來買國債的 這件事就值得讚你了 接著 拉夫羅夫 現在最緊張的時刻是什麼 童虎仔砌到 真是砌到就來 刀刀見血了 現在我們只是怕他 就是說 阿澤特斯基 是不斷炮軍 馬利烏波爾的核電廠 我就是怕 有美國在後面 額頭 你製造一些危機 就是說 給歐洲人 有些危機 哇 核電 你一刻出事的時候 歐洲人會怎麼樣 拿錢走 會不會是走回去 留在歐洲 當然是不好 中東 現在你說耳朵撤軍 他撤軍的意思 會不會是留在一手 就是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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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吹了波斯王子 希望他用 勿害武器的時候 那麼 中東又有危機 人財又要走 資金又要走 那誰接手 我現在搶壞了你中國 你中國 又有產能 又很刻薄 或者說 用債務危機來鎖住你們 這些方法 就希望 搶走了中國 有可能接收到的人才 和資金 當然是去西方 我們美國 仍然很安全 很好的 是說得很好 是媒潰得很美好的 一個地方 仍然有很多人相信 所以到時候來講 這些日子 是有很多危機的變化 尤其是中東 和烏仔 俄羅斯的版塊 要值得很大的留意 就是這樣 我們先說一說 拉夫羅夫 原來在我們做節目的 當日 即是4月8日這一天 已經到了中國 幾百歲 是吧 嘩 好快 今次 就說會和我們王毅部長 針對一些日本話題 來聊天 包括聯合國 二十國集團 等國際組織的合作 當然 會談一談 有關 烏克蘭戰爭 雙邊關係 阿泰地區的局勢進行會談 當然 我們沒有明說中東會談 但我相信中東也是會談的 這次烏丹丹的行動 我想要和YESZ另外再開一集節目 再和大家慢慢聊 因為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不要阻礙大家時間 早上不要做那麼長 但是很精彩 大家留意一下 現在的國際博弈 中國真是不好意思說一句 雖然有傳聞 尤城東不讓任正非說 你不要再說遙領先 說一句罰一萬元 我也要說一句 因為我不是尤城東 我也可以說 中國真是遙領先 各位觀眾 最後 請大家訂閱大衛上的頻道 留言點讚分享看廣告 我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 現在整個國際局勢 究竟是怎樣玩法 和怎樣做的 多謝YESZ 多點留意YESZ的節目 多謝各位 拜拜 拜拜